哈囉 大家好 我是莊姊姊的鳥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莊姊姊的佳寧 今天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 可以做出一個超精緻 簡單 好吃的下午茶 超熱瓦的時間 大概十分鐘內 十分鐘內 那算蠻快的喔 然後這個東西呢 今天也是可以在家自己DIY 甚至呢 你今天出去露營 還是登山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做的一個美食 什麼方便 也非常適合小資助們 還非常的便宜 那在我們做之前呢 又到我們的黃金五秒鐘的時間 再請大家幫我們分享 留言 按讚 還沒訂閱關注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訂閱關注喔 記得開小鈴鐺 五 四 三 二 一 OK 謝謝大家 那我們這次準備的材料有 番茄醬 沙拉 沙拉油 欸 怎麼會烤呢 因為我剛剛呢 已經先把油倒進去鍋子裡面 先熱一下 好 再來是雞蛋 木薯粉 起司 最後是烏絲 好 那費用都做 直接做齁 來 第一個 家琳你要幫我 好啊 我要如何幫我 我是萬能小幫手 那首先我們看這個油齁 它的溫度其實 讓它有一點冒煙 其實就好 不要太高溫 現在把我把它的溫度調 不要那麼高 好溫就好了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這個油溫喔 是蠻OK的 你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 欸 有沒有 是不是很燙 燙耶 有燙到 燙到我的心了 來 妳第一步驟 妳先幫我 打蛋 再簡單一點 比妳的智商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來 妳可以打三顆雞蛋進去裡面 然後攪拌 我看是芥花油 不是沙拉油 我剛剛講錯了 抱歉 芥花油跟沙拉油都可以 看一下有沒有咳進去 沒有咳 不錯啦 還記得我們今天在那時 青色的模樣嗎 青色模樣只有你顯示出來 可以攪拌 大家有看到我手上這一支嗎 這一個可以當筷子 可以當吸管 所以妳就拿環保吸管去攪 來 小心喔 好 欸 Stop 接下來來 妳 把這個木薯粉造進去 謝謝 這樣就好 接下來妳幫我把吐司去邊 對 那如果有的人喜歡吃吐司邊 也沒關係 也不一定要去 請妳用手 謝謝 我用手 欸 妳這個鍋可以鍋漂亮一點嗎 那我從這負責性 好 我會努力 妳要鍋好 鍋來齁 來 接下來 好 我們的吐司呢 先拿著 接下來呢 把我們起司捲成甜不辣這樣子 圓圓長長的 那如果要用妳身體的一個部位 來形容現在的這個形狀 那用哪裡比較貼心 手指頭 喔 對對對 然後再把它捲起來 跟吐司一起捲 這樣子就完成了 對 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個吐司放進去這個蛋液裡面 讓全部的吐司麵都覆蓋到蛋液 喔 就這樣 然後全部喔 注意 全部 好容易喔 接下來 把我們這個吐司把它放到木薯粉裡面 放下去 一樣 我們把每個吐司麵都沾到木薯粉 好 推定它有覆蓋到嗎 就是我覺得有些地方 如果沒有覆蓋到就在打屁屁喔 可是 可是沒有 可是 就是這樣子 可是妳要在蛋液面前這樣子嗎 還是妳的屁股又要在油鍋裡面炸 因為我們要做兩塊嘛 所以另外一個妳也用 這很危險耶 有油咧 有咧有咧有咧 分享一下妳之前有什麼做菜經驗 有啊 有啊 妳是說炸薯條薑嗎 對啊 對啊 還不錯的經驗 接下來呢 妳要遠一點 心靈遠一點 那我怎麼 我這樣 那個要睡的 不要碰到油 謝謝 妳一個人能夠退就好 好 妳有關不可惜完 妳要小心 妳要小心 不要再加小力 接下來把我們做好的吐司 給它放進去油鍋裡面 放的時候特別要注意妳的油溫 不能太高 也不要碰到水 妳有沒有聽到 欸好 煮水了喔 小心喔 等一下小心喔 嗚嗚嗚嗚 哇哇 它好溫柔喔 為什麼我上次炸的那麼激烈 啊因為妳上次在ㄎㄧㄤ什麼的啊 哎呀 好像黑蓮喔 嗚嗚嗚 好好吃喔 那妳要炸的焦度呢 可以取決妳個人的感覺 就是妳要比較焦 還是要不要太焦 就可以自己選擇 那妳要看啊 先等一下 喔妳好吵喔 淡淡的香味已經撲鼻而來了 它要一直翻嗎 不用一直翻 妳就每一面 讓它有點金黃色的樣子 好 那我們時間過很快 差不多要起鍋了 那這個盤子上面 妳可以放衛生紙 讓它吸油 欸這個 好像那個喔 大隻耶 這我不能說 玉米 接下來 淋上我們剛剛準備的 沙漿 要分幾件啊 快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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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就是快 哎呦 有有有有 妳的刮妳的刮 用就這樣啊 好 這樣就已經完成囉 這樣就已經完成囉 老師我第一次嘛 二到我們四次時間啦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哇耶 哇耶 S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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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裡面 哇哇哇哇 哇哇哇 哇這種特農起司 看起來感覺就非常爽耶 來吃 哇 真的很好吃 嘿 嘿 撥到我的 妳的口水 超好吃 裡面這樣啦 口水感這樣啦 哇 很香耶 裡面呢我覺得可以加一些 好比說培根啊 或者是一些 會一直加 不是 一直加 加下去 這樣會一直加 不是 加那個培根啊 或者是一些蔬菜之類的 吃起來的口感層次會比較好一點 哦 對會加分 真的 是什麼原因 那妳特地為我下廚 做這麼美味的點心 就是愛嗎 貢獻嗎 還是 付出 懶 是因為妳懶 我懶 懶死了 所以今天才叫妳幫忙一起做 因為這個名稱呢 就由妳們來幫我們取名 它叫什麼名字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大家呢 如果在家裡呢 欸 突然肚子餓 想要來做一下 那妳可以去附近的超市 買一些材料 因為這些材料 這個超市就買得到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 還沒訂閱關注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訂閱關注哦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